歷經三天兩岸第九次貨貿談判剛剛落幕 針對大家很關心的市場開放跟調降關稅的部分 主談的經濟部國貿局長楊珍妮表示 雙方理解各自的需求之後 會將談判的初步共識 再帶回去和各自的業者進行討論 雙方的溝通 大家對立場的了解 這是一個最大的進展 市場開放 這個還有SPS TVT 還有貿易救濟 還有透明化 還有文本的一些條文 我們都有進行溝通 我們就希望幫業者爭取最大的能夠產品 能夠輸銷到中國大陸 我們可以把投資留在台灣 創造就業機會 這是我們的目的不是嗎 但是我講談判它是雙向的 所以我當然要表達這樣的關切 楊珍妮表示 面對中韓年底即將簽署FTA 對台灣經貿有所衝擊 我方也將這個迫切的需求向中方表達 對方也表達能夠理解 基於兩岸關稅調降 採取五階段式的漸進模式 從立即零關稅到五年 十年十五年 才降為零關稅的產業 目前還沒有定案